为了可以跟小三在一起这个男子 他竟然狠心杀害自己的妻子跟小孩 又是已婚男子张鹤玲 他为了要和情妇苏玉珍在一起 所以在情妇的怂恿之下 用乙迷来迷婚太太和女儿 之后再开瓦斯毒死他们 接着在制造这个瓦斯中毒的假象 全程还用手机实况来转播给他的情妇来听 这名苏信情妇之后更是潜逃到中国 劈腿四名男子 这个狠心男子最后也被判处死刑 苏玉珍低头拿着包包不发一语 他就是怂恿张鹤玲犯下杀妻案的小三 苏贤他一直以要分手为友 来胁迫叫说张鹤玲一定要杀害他的妻子 苏你透过网络联络屏东的一位朋友 然后他们再专程到屏东去购买移民 回来做化弹的工具 在情妇的怂恿下张鹤玲先用已迷 迷婚妻子和两名救毒国小的女儿 之后再开瓦斯毒死七小 故步移政制造瓦斯中毒的假象 甚至全程转播过程给小三苏玉珍庭 张鹤玲为了小三杀害七小 但苏玉珍之后却潜逃中国 还在中国劈腿了四个男生 最后转当污点证人 最后获得减刑判刑十年 而张鹤玲则被高等法院更二审 以杀人罪嫌合并判处死刑 原本以为杀害七小 就可以和小三在一起 没想到情妇苏玉珍最后落跑 还劈腿四男 杀人犯张鹤玲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圣秀和赵伟台北最后报道